今天我们来聊聊明代诗人潜伏的一首诗叫《明日歌》 这首诗的其中几句大家都耳熟能详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可是关于它的作者大家却不一定很熟悉了 我们就简要的说一点关于作者潜伏 没关注的朋友欢迎点击关注 以后就能更方便看到每天剧演书香的节目更新了 欢迎您 潜伏是上海人,字号贺滩,家住在松江的贺滩附近 他出生在明英宗天顺五年 他从小就显露出了超凡的天赋 据说只有七岁的时候就能写一首很漂亮的文章了 这是文学天赋,是祖师爷赏饭吃 更好的是他的才华没有像一些人一样 随着长大就慢慢消失了 相反呢,他年纪渐长 才华和学识都长足地得到了进步 在他年少的时候呢 曾经有一次在小赤壁游览的时候 写了一首诗 其中两句是这样的 六丁拔出天地谷 一筑镇压东江东 更是被人们津津乐道 传为了佳话 明成化二十二年 潜伏考中了举人 得到了李东阳的赏识 因此他在李东阳的家中读书 李东阳在当时呢 是汉林院的试讲学士 声明远播 有这样的机会跟着明师去学习呢 无疑是很幸运的 很快,明孝宗洪志三年 潜伏又考中了进士 而且因为成绩优秀 被清点为状元 成为了明代著名的状元 当时考中状元有多难呢 考状元呢 要参加所谓的殿士 就是在京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 潜伏在停队的时候 不用打草稿 慷慨陈词 才思敏捷 口才非常好 后来被朝廷任命为 汉林院修传 就是在皇帝身边工作 替朝廷起草诏书 起草一些重要的文件等等 这样的职位呢 就在皇帝身边 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 也是很容易被皇帝提拔任用的 可是潜伏却不按常理出牌 三年之后 他却告归乡野了 他不是被贬官 而是他的性格所决定的 潜伏呢 喜欢诗 酒 歌 妇 喜欢过自由自在的那种 不受束缚的日子 从此每天饮酒赴诗 有的时候呢 也去云游四方 留下了很多作品和典故 有一次 有人请潜伏游君山 预先选了一些字 像什么 低啊 骑啊 低 骑等等 叫手下的人呢 收好 在酒席之上 让下人拿出来 这些运缴的字 这些字呢 不仅不好作诗 而且不太常用 这意思呢 也很明显了 就是想为难为难潜伏 果不其然 就在酒过三巡之后呢 这个人就请潜伏 以大观亭为题作诗 运呢 就用上面的这些字 潜伏想了想 医运写了出来 说 水势间天 山座低 珠云烟树 望中期 直从八辖才归贺 许大乾坤 此节迹 凶四掘开 三极浪 目光摇荡 四垂低 欲其日月穷天外 谁借先生 万丈期 这样有诸多限制的诗词呢 说实话要写好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潜伏的诗一出来 大家这才举座皆经 纷纷称赞 不愧是状元首笔 刚才咱们简单地聊了点 潜伏的故事 其实呢 潜伏最有名的作品 应该说还是 《明日歌》 这是一首 劝人们珍惜时间的经典作品 我们来看看 《明日歌》 《明前浮》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 《万事成蹉跎》 诗人苦被明日累 春去秋来老将至 朝看水东流 暮看日夕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 请君听我 明日歌 诗的大意是 总是在等待明天 明天又明天 明天是何其多啊 人们每天都在等待着 明天的到来 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 白白地浪费了光阴 诗人如果和我一样 都受到明天的连累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 很快就会发现 自己已经老了呀 只有活在当下 才能体会到早晨 看河水向东流逝 傍晚 看太阳向西坠落的快乐 一百年的明天 又能有多少呢 请您听听我的明日歌 不要再浪费今天的光阴了 这首明日歌可谓是人尽皆知 甚至很多小朋友都能够背诵 尤其是前面四句 已经成为了历史长河当中 不朽的京剧了 也许正因为时间宝贵 正因为时间一去不再回来 所以这种珍惜时间的主题呢 过往今来也很多人写 对我们而言呢 也是相当熟悉的一种题材了 唐代杜秋娘的金吕衣 也唤起我们对时间的珍惜 劝君莫惜金吕衣 劝君惜取少年时 陶渊明也曾经写过 盛年不重来 一日难再尘 在那么多西时的作品当中 要突出重围呢 是很不容易的 明日歌之所以被视作典型的说理诗 就是因为作者潜伏 不受格律的束缚 也没有严格的遵守韵脚 对于词的重复使用 也没有去避忌 这反而形成了一种浑然天成的风格 自这首诗诞生以来呢 这份珍惜时间的劝勉 就像一个老朋友说的话一样 一直对人们产生影响 那就是要紧紧地把握 那流逝如流水的时光 今天能完成的事呢 今天就立即行动 不要把任何计划和期待 寄托在遥不可及的明天 只有珍惜眼前的今天呢 才能拥有充实的明天 才能有所斩获 有所成就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一下子就说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 明天有那么多吗 不错 对于很多喜欢拖延的人来说呢 他们的口头禅一般就是 明天再说吧 后面再说吧 所以这个明日的确就是很多很多的 这个时候呢 前夫说了 我生待明日 万事成蹉跎 如果什么事情都喜欢等明天 那么一个一个明天 就这么被人们等过去了 所有的事情也会成为蹉跎 到最后一辈子到头来 两手空空如也一事无成 所以世人若被明日累 我们这些人啊 如果总被这种 等明天的拖延习惯 所束缚无法自拔的话呢 那么春去秋来老将至 一年年的过去 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 人呢很快就会老了 可是很多梦想还没有实现 很多事情也来不及再去办了 早上起来呢 看看河水 河水一刻不停地向东流去 晚上再看看太阳 已经落到西边 开始往下坠了 这是一天即将过去了呀 百年明日能几何 就算一个人能活一百岁 也不能浪费啊 一百年又能有几个明天呢 因此前夫在最后写了一句 请君听我明日歌 这是一种警醒 诸位仁兄啊 诸位朋友啊 想想我这首明日歌吧 这首诗的寓意很深远 浅显易懂又很有代入感 没有那种大道理的说教 但是呢 读了以后 让人很自然而然地去觉得 应该珍惜时间 因为时间太宝贵了 是很有说服力的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重新去争取去获得 但是唯独时间呢 只要过去了 是永远无法再挽回的 所以让人不胜唏嘘 时间一旦过去 永不再来 我们的生命是有无数个今天 无数个此刻 无数个当下构成的 只有珍惜当下的好时光 才算是善待生命 所以我们常说 浪费时间就是在浪费生命 可是虽然每个人都很明白 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道理 却往往在生活当中呢 忽视它 直到时间渐渐地被荒废了 才开始想要享受生命的馈赠 往往却发现很多事情 已经无法实现了 就像有的少年人呢 在最该读书的年纪去玩游戏了 最后几年过了 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了 想要重头再来 不是说就不可以 只是很多事情都已经改变了 这个时候呢 哪怕再付出几倍的努力 也难以再像当初一样了 因为年纪过去了 学习状态呢 可能和少年时期 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还有就是对成年人来说呢 很多时候人们总是 不遗余力地去追名逐利 而忘记了生命的真谛 那些名誉实际上 只是生命的附属品 当人们奋斗一生 最后得到了想要的很多东西 却发现 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享受这些成果了 这些都是遗憾 而这些也都提示我们 珍惜当下 在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去做 不要留下遗憾 其实呢 关于这个明日歌流传比较广的 有两个版本 不止刚才那个版本 最后呢 和您分享分享 另外这个版本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日日待明日 万事成蹉跎 世人皆被明日累 明日无穷老将至 晨昏滚滚水冬流 筋骨悠悠日息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 请君听我明日歌 这个版本呢 稍有不同 说的也是珍惜时间的主题 最后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光阴 收获更多幸福 您觉得哪个版本更好呢 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来聊聊 好的朋友们 今天关于前伏的明日歌 就和您聊到这了 我是灵溪 我们下期见